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来监控强化了所有台湾跟这些外来外国人 特别是外劳的歧视 楼团表示这种作法是跟每个委员网络人数 都在订阅来对台 以民室对手回应 出发点是希望郭主在赞网络落缸的时候 没有去赞到非法落缸 而且手机查验要这段来出现 资料是不是负荷的利亚国商品 没有更多温室的图案 订阅是有一位劳工他要来你这边 要求职你需要确认他 什么时候求职要先检查这个过 哪一个雇主不知道要聘雇劳工有程序 这段订阅目前下载人数字不够清廊 罗团希望可以汇集并定的对台数 在台湾的外国人 以民室表辞的 跟意见来扩认 尽快回应 记者综合部网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事新闻议题中心 平安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事新闻议题中心 平安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共网站 会有完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 那我们知道每个人 越来越多人都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那如果你有一些智慧型手机 他可能会有所谓寻找好友的这个功能 所以当这个好友不见了 或者是你想知道你好友在哪里的话 你都可以直接的透过手机去搜寻他 那最近Facebook脸书 也推出了一个类似说 你可以知道在附近 在你这个区域当中 有谁是你的好朋友 你要不要跟他进一步的联系 那似乎这种所谓智慧型手机 出现之后就让我们有比较多的 这种可以跟朋友之间的联系 不过不管是Facebook也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些APP也好 基本上来讲你都可以自己来去设定 你要不要成为别人的好友 或者是说你要不要让你行踪曝光 或者是你要不要跟对方有一些回复 知道你的身份 或者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最近我们的移民署的相关的官员 似乎也赶上了所谓的搜寻好友的潮流 不过这不是在搜寻好友 而是在搜寻我们的移工 就是他们发出了一个所谓的新的APP 这新的APP是让移工的 一般的民众可以透过手机来去 验证移工的身份 例如说他是不是所谓的逃跑外劳 那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相关的人权团体 以及移民团体的一个非常大的愤怒 在前几天 他们也上了街头要去抗议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侵犯人权的做法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WA的专员 陈楼龙来跟我们节目来谈这个话题 小楼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位内政部前阵 推动这个所谓的晶片防伪 居留证查验的手机APP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而去抗议呢 这APP就是就像我们手机一样 我们可以随时你只要上网登录 你只要用手机下载 他就可以下载 然后因为他这个APP 主要是针对他的名字叫外国 居留证查验 只要是拿居留证的外国人 你都可以用这个APP 去查他的身份的真伪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去抗议 这一个主要是 因为移民署自己也有对外说明说 他这个APP 主要是针对他要查 为了避免台湾雇主 聘用到非法外劳 所以才会有这个APP 对那一方面一个是我们当然觉得这个APP 是一个 光是这个APP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歧视性 歧视特定族群的一个做法 对他针对是居留证 拿居留证的族群 就可以用这个APP来查验他的身份 对那其次是我们觉得说 这是好像一个行政权力的无限上纲 就是说好像要把利用这APP 让大家好像就是大家知道 那个有一个电影叫老大哥之类的 就是让所有人好像变成这老大哥 随时可以帮忙协助政府去监控 去控管这一些外国人 我们也有讲比较重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移民署 要复辟一个警察国家的这方式 利用这个APP 对 这的确会有所谓产生的一种 比较在所谓的人权上面的疑虑 不过 或许我们待会可以从在现实上面 所谓的管理这件事情 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希望 有秩序有管理 那特别是所谓的逃跑外劳 这件事情 真的可能对某些的人 或是对政府 他会产生了某种的这种恐慌 或者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这我们待会再继续的谈 那不过你刚刚讲说 是持有这个居留证的外国人 那持有居留证的外国人是什么样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白领的 或者所谓的白人的所谓的外国人 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管理的范畴吗 目前台湾拿居留证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外国的教授 或者是一些神教士神父 或者是外配 或者是最大宗旗就是外劳 这四个身份可以拿 就是拿居留证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一般所熟悉的 比如说在台湾交述的这些外国 外国的朋友 都算在这个范畴当中就对了 那这其实这个范围的管理 所谓的这种所谓的监控的范畴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 那为什么你们会特别觉得说 他们是针对这些外劳 外籍劳工而来的呢 但看起来感觉是 所有的外国人 他都应该要服从这一套规范才是啊 嗯 是 我觉得这也是移民署 一个要包装他这个APP 其实是一个很公平的 一个大家只要针对外国人 全部都会查验的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举例嘛一个白人走在路上 我们不会说过去 过去跟他查验说 你居留证给我看一下 我看你是不是合法的外 在台是不是合法 但是对于外劳的话 他其实就很容易 大家就会看到东南亚黑黑的 是不是有坐监犯格 是不是该去查验 对那一方面还有一个是 白领的外国人 他们比较有可以去拒绝的权利 那对于蓝领的外国人 其实他们比较难去拒绝 就说你是不是不敢拿 你是不是就罪犯了 你不拿 那劳工会怎么样 他自己如果我不拿出来 我会不会就被抓到警察局 种种一些资讯 没有办法 不对 所以等他不知道该怎么 阻张他权利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蓝领外国人来讲 他是比较困难的 嗯哼 对那嗯嗯 对请说 没有 那一个是我们刚刚忘记提到说 其实这个APP主要提出来 我们觉得最让人高兴的是 他把所有的外国人 所有拿居留证外国人 当作嫌疑犯了 嗯哼 就所有人好像都可以去随时的查验 那他只要拒绝 就是你有问题 你劳工只要拒绝说 我跟你我拒绝跟你查 就是我有问题了 对我觉得他把它塑造成 一个这一种的感觉 然后另外我们也觉得 他这个APP 把那个所谓的台湾 跟外国人的那种对立 增强了这种对立 跟那种歧视 我觉得这个APP有这个效果 嗯 不过我想很多人 可能都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常常我们在面对 所谓的嫌犯 或是面对可能的犯罪者 我们就说 啊如果你心里坦荡荡 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就是拿出来查验 如果你没有事 但是又不会怎么样 那这个不就是一个 这样你怎么去回复 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 难道因为这样子 他就可以随意的去查验 或者是说 查验真的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吗 应该说 查验 其实本身 所有认识的人 路人都可以针对查验 我觉得这不管是 不要说外国人 我们台湾人走在路上 随便一个人走过来说 我要查验你的身份证 我觉得这是很 很基本的一个 遭受质疑的感觉 对 你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路人都可以下载这个APP 然后所有的路人都可以随意的 拿出这个APP 去查验这个人的居留证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任何人 而不是只有雇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吗 对 其实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 就是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侵犯人权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移民署 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件 侵犯人权的事情吗 他基于什么样理由 为什么要用这么比较严苛的方法 或者是对于人权侵犯的方法 来去做这种所谓的查验的工作 在国外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吗 国外这部分我比较不清楚 但是国内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不管是移民署劳动部 他们有一个 他们在制定相关的法令 而前提之下都是方便管理 我觉得他们都是从这个立场下去 去做这相关的 他们方便管理 他们放第一个 然后至于侵犯 随便他们说或怎么样 他们当然会把它解释成 方便管理 为了台湾雇主好 为了劳工好 对 他们每次都是从一个方便管理 角度下去 去做这件事情 对 不过从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讲 刚刚你一开始有提到说 这是要防止这个雇主 去雇用到所谓的逃跑外劳 那其实会不会 其实有很多雇主本身 就都比较需要 所谓的逃跑外劳的协助 因为逃跑外劳 他其实可以某种程度上面 比较好管理 或者是说逃跑外劳 对很多雇主来讲 他其实也比较好去 这种所谓的 他的年限 其实反正逃跑嘛 他不需要再回国 那说不定很多雇主 早就已经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个所谓的管理 会不会反而是多此一举啊 嗯 的确 老实说我们也质疑说 你这个APP 你标榜说 为了避免雇主 聘雇到非法的外劳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说 那真的聘雇非法 选择聘雇非法外劳的雇主 他真的会用这个APP 这个APP真的会发生什么效果吗 对那我们我们当然会 我们还是 我们后来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雇主是 他没有任何资讯 但我觉得 移民署 不管是移民署 劳动部 他们要身兼同时教育 雇主的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就现在的移工制度来说 其实是 他们他们会说什么 避免聘雇到非法外劳 但是就合法申请的雇主来说 他要经过劳动部的一些重重的 包括先资格申请到 之后 雇主的资格申请到之后 他要去再跟劳动部 申请一个聘雇许可 聘雇许可 申请好之后 他才可以去劳动部 申请居留证 对你如果是走合法程序 聘雇外籍劳工的雇主的话 其实这个APP 根本没有空间可以使用 因为你在合法申请的程序下 劳动部移民署 其实都是层层把关 这一个居留证的 的主管机关 那这刚老师提到说 那一个聘用非法外劳的雇主 他其实也不会自己 自长嘴巴去用了这一个 就是说我聘雇到非法的 对 就是说本身他聘雇 选择聘雇非法 他就知道这个劳工是非法的 这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在你们所接触到的 这些个案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些雇主 他其实比较喜欢去聘用 非法外劳 如果有的话 他们的理由 或是他们原因会会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他们也干犯 违法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风险不是吗 是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台湾的制度上 现在只有规定说是工厂类的 产业类外劳 跟所谓家庭类的外劳 对那会选择聘雇 就是说宁愿选择一个 非法的外劳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当然 他会觉得说 他的劳工是便宜好用的 嗯 他会觉得这么便宜这么好用 如果劳工同时又是一个非法的身份 其实他又更好控管 对 因为劳工会怕说你去举报 去跟警察报案什么的 对 那一个是当然是台湾在移工 移工限定的行业别上也有限制 嗯哼 对所以的确 这个限制就导致很多 想要聘请这些便宜好用的 外劳的雇主 其实就没有入场卷了 所以宁愿便宜好用好控管 他还是需要这人力 所以他还是会选择去走非法的 这一个途径 嗯哼 对对 这一般来讲 你刚刚提到说有包括最主要两种类别 一种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在工厂里面的 这些劳工 另外一个是属于家庭看护工 那除了这两种这一种所谓的 劳工的类别之外 在现实上面 或是你们所接受到个案当中 有哪些的这种所谓的 雇主他其实希望他必须是在这两种以外的劳工 他需要的这种所谓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两种类型的劳工 限制了什么样的聘雇的可能性呢 嗯一个是 其实我们实务上还比较难去接触到这一个 非法聘雇的 的雇主 但是一个是我觉得应该 如果就家庭类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很多家庭会有需要 家庭就真的目前长照的问题嘛 然后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手 那的确是急于 而且可能有空窗 我觉得最大部分是说 他其实雇主可能有聘雇的资格 可是劳工来的那段空窗期 例如说两个月 嗯 他们就会选择先去 去找一个暂时的 或许是非法的 先暂时填补那一个空窗期 对实际上比较常看到 应该会是这个 那至于工厂 就是说其他行业 包括卖面啊 大家应该看到卖面啊 或者是卖水果啊 市场啊 这些我觉得这些雇主 就是给予便宜的劳动力 嗯哼 对这些便宜劳动力好使用啊 勤劳啊 的这些原则之下 而去聘请他们的 嗯哼 我们看到移民署 他事实上出自于一种所谓的 管理的态度 或者好方便管理 就像刚刚 小楼所提到的 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在实务上面 其实当然这个是产生 非常大的质疑 特别是刚刚特别提到说 他是对于人权侵犯 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过更根本的 恐怕是在一个 外劳的这种 所谓的聘用的过程 以及在现有的这种 所谓相关的制度之下 我们必须要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人家要逃跑 那到底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雇主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环境 出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只有在 这些所谓移工本身 他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 跟我们继续来讨论 相关的话题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好了 退幾個啦 反其事 反其事 不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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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繁重的工作之中 禮拜天是難得的時間 有些人可以走出工廠或是家中 出去透透氣見見朋友 然而他們卻不知道 在今年的六月中旬 台灣的移民署開發出一款叫做 晶片防偽拘留症查驗的APP 但這個APP不只是一般的APP 更是一個可怕的武器 於是原本輕鬆的禮拜天變得不一樣了 這天移工Michael帶著愉快的心情 迎接難得的休假 他準備到中山北路的教堂去做彌沙 他一如往常的走在路上 但突然間 他面前的一名台灣人 無緣無辜把他攔了下來 這名來歷不明的路人 隨即從口袋中拿出了他的 原來只是一把手 一隻手機啊 等一下Michael定睛一看 發現他不是一隻手機 而是一把槍 路人冷笑了一聲 扣下手中的扳機 Michael的居留症莫名其妙的被路人掃描 覺得渾身不自在 卻又不知道如何反抗 而路人的這一槍讓Michael身上流出了血 射死了台灣引以為傲的人權 Michael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沒有公權力的路人可以直接對他做身份檢查 但他仍然帶著身上受了傷繼續往前走 不料前鋒又出現另一名路人 把Michael攔了下來 路人快速的拿出手機 又對Michael射了一槍 Michael的居留症又再次被莫名其妙的路人掃描 這一槍射在Michael身上 落實了移民署這個歧視性的政策 此時的Michael身上已經渾身是傷 只想找個不會再被攻擊的地方好好休息 殊不知前方又走了一個路人 高舉他的手機 秒只能Michael 扣下板機 完全不知道這些路人為什麼能這麼做的Michael 連續挨了三槍 此時已經倒在地上 而他所流的血 更是代表著移民署對於兩公一二的踐踏 Michael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移民署不知道花了多少錢開發這個APP 再告訴台灣人 這些外國人不值得信任 都可能是非法拘留的人 移民署歧視外籍人士 尤其是針對外勞 居然還把這樣的歧視變成一項政策 甚至把我們一般大眾當作他的爪牙 賦予人民這個武器去查驗外籍人士的身份 把所有人都變成老大哥 監控這些為了台灣付出青春跟血汗的功能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明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 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 9點半會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的網站會直播 我們這個節目的希望跟大家討論的是在於 我們看得到這些所謂的衝突 或者是所謂的這種抗爭的社運的面向之外 能不能夠更深入的討論到 在這個運動背後 或是在抗疫行動背後 更深刻的一些政治經濟 或者甚至在文化上面的問題 我們希望我們不是只有在看議題的時候 只有看熱鬧 而能夠更看到這個議題本身 更值得關切的事情 在前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跟大家討論了 在移民署前陣子推出的 一個新的APP 這個APP是可以讓每個人隨時的下載 並且去查驗 所謂的外籍的朋友 這個外籍朋友不是只有外籍勞工 可能包括一般所謂的外籍勞工 可能包括所有的外國人 例如說神父 或者是其他的在台灣 教書的白領外國人都一樣 都是必須要被查驗的 這當然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種族歧視以及人權侵犯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WA的專員 陳柔柔 小柔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話題 小柔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覺得我們可能必須要 再跟這一本溯源的去談一件事情 剛剛提到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移民署所做的這個做法 其實都是在尾斷 那如果他是要所謂的避免所謂的逃跑 或是所謂的其他的這個身份證 當然所謂白領的這個部分逃跑 其實是比較 機率是比較少 或是比較少看到 可是回到一個最基本的 這個所謂的外籍勞工 所謂講到所謂攔領勞工的這個本身 他的確存在了很多 所謂的逃跑外勞的這一件事情 那用逃跑這兩個字 當然對他們來講並不是太公平 可是回到一個比較簡單好討論的 這個角度來看 特別請小勞告訴我們為什麼這些外籍勞工 會有這種逃跑的現象的產生呢 我覺得最大一個是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移工制度 我們常常在說 他是一個奴工制度 他種種的限制包括說 不得自由轉換雇主 然後有限定的年限 那包括最嚴重是 我們常說的家務勞工 他沒有勞基法保障 就是一直做到 做到可能過勞 他還是繼續要做 他還是合法的狀況 對 那至於說 當然還有一個是比較背後 就勞工每個人來的 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他們還背負的很大的中介費 對 那而這中介費其實 我覺得對 特別是 特別是對一些 越南勞工來說好了 他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包袱 現在七千八千美金持續在跑 直接在往上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法超扣的問題 但這一塊其實 台灣政府會說是他們母國政府的問題 對 但我們不能否認 這一塊其實 其實是很大的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不只是他們母國 台灣也台灣中介也是可能也會有一些關係 那我們跳回來台灣的 台灣的規定 我們常常說 台灣的制度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白領他其實是不會有逃跑 因為他不會有契約把你綁在某一個 某一個家 某一個公司 或某一個補習班 不會有這樣子的 但是對於外交工來說 他們就是簽了合約 就是綁在那個家裡 對 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說 很大一塊的 我剛有提到說 家庭類的外勞 他們目前其實是沒有任何 勞動法令的保障 那其實這一塊其實對台灣雇主來說 需求上其實是非常 很需要他們的 但是因為當然一塊還是台灣長照的問題 還沒有建構完成 所以現在還是全部落在這一些所謂的 外籍勞工身上 對 然後因為他們又沒有勞基法的保障 又沒有一些法令的保障 所以導致他們長時間如果在家裡的工作 一天二十四小時 阿嬤就是需要有人照顧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們休息 他們在這種 他也很想要照顧阿嬤 可是就是那種身體心靈 已經到一個疲憊的狀態之下 雇主又沒有任何能力下來的時候 或許他們就會選擇 啊這沒辦法做下去 真的他們可能就會選擇逃跑 我覺得這是可能是一個因素 嗯哼 你剛剛有 嗯 對 是一個我們第三個就是所謂 仲介費非常的高昂 那因為看到沒有這個所謂的 相關法令的保障 使得他們的工作的時數 可能就會無限制的延長 那當然會導致所謂的身心俱疲的現象 那如果在身心俱疲 當然我們像白領的這些 或是白領外國人 就是說所謂的外籍勞工 這樣的一個外國人 他們其實是可以換雇主 那在台灣目前的這個合約的情況 是怎麼樣的 移民署不是一直說 希望能夠讓這個合約 例如說他們來台的時間是可以延長 或者是 他們可以有比較自由的轉換雇主的 這種做法嗎 難道這些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改善嗎 到目前為止其實都沒有沒有改善 就是說在台灣的外籍勞工 他沒有辦法自由轉換的這個限制 還是一直都 從以前到現在其實都還是一樣的 對他一定 就算是目前有一個叫做 如果外籍勞工可以轉換 他其實有一個法令的規定 他是有條件的轉換 例如官場 或是常供官場 或者是家庭抗公阿嬤往生 照顧者往生 或者是雇主的不當對待 行案的明案的 或者是積欠薪資的勞資整理 你需要 勞工需要符合這一些狀況 不可規則於勞工的狀況 勞工才可以主張說他要換雇主 那如果是單純說在家裡 其實可能語言上 或者是工作太累 他一個人沒辦法 但是 像這樣的狀況 勞工是沒有辦法說我要換雇主的 對 所以這其實 這其實是就目前對勞工來說 自由轉換雇主 或者是法令是否有修改 是這一塊的部分 其實到目前是沒有看到的 對那移民署他們常提到說 他們的方向反而不是針對說移工的政策去做修改 他們常提的我們常聽到說法是說 那我們就是讓他在台灣待了幾年之後 他有權可以申請規劃 對 但是這部分還是談得非常的含糊 我們也覺得這是其次的 這不是主要的 並不是所有外國人 所有的外勞都想要當台灣人 而是他們在意的是在台灣 是否在工作 在台灣工作的這段期間 是否可以遭到一個合理的對待 對是否不要用制度 把他們這邊限制住那邊限制住 當成平常 如果真的跟那個照顧者家庭是雙方 其實有一個狀況是說 常聽到啦 就說其實這勞工去雇主家照顧阿嬤 對 他照顧的他不習慣 而且他照顧不習慣 而雇主其實也沒那麼喜歡他 可是雇主就會牽涉 就會想說 會考慮說 那我如果讓你換 我有空窗期 我就沒人雇了 沒人照顧阿嬤 所以他們就在一個將就的狀況之下 勞工可能做得也不習慣 雇主也看他工作也不喜歡 可是在一個雙方 將就或者是雙方 勉強的狀況之下還是維持下去 可是這個維持下去 長時間來還是會引發一些問題 嗯哼 你談這個例子還蠻有趣的 就是其實有時候連雇主自己都不喜歡 他也不能夠不能夠去換別的勞工啊 對 因為目前的規定是說你家庭 如果雇主同意勞工轉換 家庭類的啦 那你需要勞工可能三個月 給勞工一段時間轉換 那最少如果你是自己同意 現在法是說如果是雇主同意沒有什麼理由 就像我剛剛那個舉例的話 雇主是三個月就可以再補 不用等到勞工轉換出去 但是三個月畢竟還是空窗期 對 所以雇主還是會考慮這個空窗就沒有人 那我是要把你使命的把你拉住在我們家工作 還是說我願意自己來承受這三個月的空窗期 嗯 對 這其實對某些雇主來講 他恐怕也都會覺得是一種困擾不是嗎 是是這其實非常困擾 其實像 嗯 實務障還蠻看到蠻常看到我們那個勞工 常常假日帶著阿嬤來辦公室的狀況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感覺到 那個受照顧者或者是受照顧者家庭 對勞工的需要 對 那對這個其實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所以你說那個三個月 是不是每個家庭真的能承受三個月 在沒有任何社會福利 進去益住的狀況之下 他我覺得三個月對任何家庭 可能一個禮拜大家都會爆炸了 可能不用到三個月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其實 我們很多人都以為說 這是外籍勞工 這些外勞移工會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其實想不到 其實對很多的雇主來講 他其實也會有這樣的 因為在法令上面這種僵化的困擾 可是不管就是說法令上面 他可能即使是有這些所謂的僵化的 這一種情形 可是現實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的確是有很多人 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外籍勞工 因為對於工作環境各式各樣的原因 而離開 就是所謂我們談的所謂逃跑外勞 那你們又覺得說用這一種所謂的app 管理的方式又不好 那但是很多人還是心裡會存在的 很多的不安 例如說可能會談到治安的問題等等 那這些問題要怎麼去解決呢 一個是我們也常聽到說 淘寶未來會 淘寶未來太多 台灣的治安會越來越惡化 會很嚴重 但是其實我記得之前有數據 其實這個 這個完全是一個 以而傳而啦 其實台灣其實這個 如果真的要用數據來說的話 其實外國人在台灣的犯罪率 還沒有台灣能高 對這之前有個統計 那當然一個app 我覺得app主要造成的效果 並不是真的 因為移民署好像說說 如果沒有這個app 好像所有的雇主都會非法 都會評估到非法外勞 但是其實移民署 或相關單位是有機制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這次他只是把它無限的擴大 就說任何人都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對我覺得這才是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你為什麼移民署 你要做一個這樣子的app 讓所有人都可以針對這些外國人 當作嫌疑犯這樣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外國人 來針對他們查驗 對其實一直在 如果你移民 應該說移民署或是勞動部 他們其實有這個身份查驗的機制 他們是可以做的 可是當你這個機制下放到所有的人民的時候 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移民署是有的查驗機制是什麼 應該說就是就移民署他們自己的說法 移民署他們內部有 有一個查驗的就是應該說是外國人的資料的建檔 就對他們有資料建檔包括勞動部他們有資料的建檔 那只要在他們那個叫做外籍勞工動態資料 其實你只要跳進去查的話 所有的勞工會被一些很細節的資料 包括他是否在台灣合法或者是哪時候被通報逃跑 這些移民署其實都有這個資料建檔 對所以應該說就我剛剛說的移民署他做這個APP 他希望的是不要讓雇主聘僱不到非法的外勞 那就我剛剛說的你如果是走合法程序的 你不會有這個疑慮 因為合法程序勞動部已經就是層層的把關 他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你聘僱的這個勞工是合法或非法 那你本身如果是選擇聘僱非法的 其實你也不會跑到移民署去要求他們查了 對我覺得這才是主要我們會質疑說 移民署為什麼要做這個APP 他希望讓大家成為他幫忙他查氣外勞的 逃跑外勞的幫手嗎 對 不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會不會真的有一些雇主 他不知道他聘到的是所謂的逃跑外勞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那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但我要我們還是要說 就是說其實還是我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還是要給雇主教育 對因為其實能不能聘請逃跑外勞 其實在台灣不是第一 我們不是第一年 其實是一二十年了 這個法規存在一直存在 你能否聘僱其實只要去詢問 或是主管機關去教育 給這些雇主一些資訊 其實他們其實應該所有人都會知道說 我如果要聘請一個外籍勞工 我有這些程序要跑 如果剛剛老師提到說 如果說是不是有一些人的確是不知道 而且他就突然就是請到了非法外勞的這個狀況 對 一個是我覺得說 因為台灣在引進外籍勞工已經一二十年了 那至於說你是否可以聘雇外籍勞工 其實這個法 這個勞動部的制度已經存在了多年 應該對這個制度已經存在多年 所以你應該不至於說 完全不知道我該怎麼去聘請一個合法的外勞 對 而且這當然可能有一些部分可能的確不知道 但是我就說這個要再去持續教育的部分 對 我覺得很多的問題他必須從根源去解決 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把這樣的一個apps 或是這個查驗的權利是 讓每一個人民去做 我很難想像 那個以後在街上 隨意的就會產生很多的衝突 就是我如果今天開心或不開心 我就找一個外國人 然後說你把所謂的相關的居留證件給我看一下 然後我要去查驗你 我覺得那大概是沒事就會打起來 我覺得那個反而是造成更大的社會的衝突 甚至是所謂治安的問題 那很多事情他必須要從一些根本的問題來去解決 甚至是在心態上面 恐怕移民署真的是都必須要再做再教育 今天非常謝謝小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跟小樓討論相關的議題 謝謝小樓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謝謝 拜拜 我的愛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吸光了時間 還來脾氣還行 存在手中的幸福像是不見了 我待會兒 我們下禮拜